大陆 无罪 大陆 无罪 大陆 大陆 无罪 布农族猎人 达马大论王光禄受裂案 缠送至今超过五年 近日终于有了罪行进展 司法院21号公布 将在3月9号与宪法法庭 进行严辞辩论 而回顾事件始末 要回到2013年8月 台东海端乡龙泉部落族人王光禄 因为使用路上食货的土造枪支 上山猎捕保育类动物 给家中母亲使用 但遭最高法院 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与野生动物保育法 判处三年六个月徒刑定验 而这也是原住民猎人 因狩猎入罪的典型案例 尽管判决三审定验 但各界声援持续发酵 原定2015年底 王光禄就要入肩服刑 最终检察总长决定提起 非常上诉暂缓执行 也让王光禄狩猎案 创下司法史上多个先例 分别是最高法院 有史以来首次提起 事件申请 并开启国内第一件 原住民族狩猎非常上诉案 全程网络直播 而没有交集的法律订定 一直是原住民族争取自然资源使用权利 与文化回归的最大阻碍 以这个本案来说 其实他违背了原住民族的习惯 所以以这个理由 我认为他是违法 我看起来感觉好像有 比较乐观一点 目前司法程序仍在进行 但如何避免台湾出现下一个王光禄事件 多年前立法院朝野立委 曾为此启动修法程序 你在野生动物保育法中 放宽族人在传统领域狩猎保育类野生动物 且不受传统文化寄宜 开放非营利自用狩猎 但遭动保团体大动作反弹 导致修正案无疾而终 眼看三年多过去 保障原住民族狩猎权的修法 仍未有所进展 而各界因此高度关注王光禄狩猎案 能否再次从对话当中 找出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与动物保育的整合之路 我们拭目以待 原始新闻 吉娃小麦布拉瑞亚整理报道